2018款轩逸正式上市售11.9至15.9万 日前我们从东风日产官网获悉 2018款轩逸已正式上市 新车共推出6款车型 其指导价格区间为10.9至15.9万 相比于老款车型 新车对于部分车型进了升级 并且东风日产还为1.6升的车型 追出了25%的购置税减免政策 2018款日产轩逸 主要对老款车型的配置进了升级 包括1.6XVCVT尊享版 相比老款车型增加了LED大灯组 LED日间新车灯 自动大灯真皮方向盘可滑动中央扶手 1.6XV加CVT至尊版 增加了自动大灯 真皮方向盘可滑动中央扶手 1.8XVCVT至尊版增加了可滑动中央扶手 并且新车的售价保持不变 动力方面 新款轩逸将延续老款车型的动力总成 提供1.6升和1.8升 自然吸气发动机 其中1.6升发动机 达功率为126马力 1.8升发动机达功率为139马力 传动系统方面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5速手动变速箱 或CVT变速箱